诸葛亮的新时代又要来了 曾经的诸葛亮是当主将的 曾经是霸占了一二赛季 但后来随着突击战法 指挥战法的变多 它存在感越来越低 现在的新赛季的主动队伍又变多了 而且新赛季增加了宝物 新赛季的武将都是和主动战法相关 在这样的条件下 诸葛亮的地位又有所提升 比如最近比较火的五毛臣 他们带的都是主动战法 你如果让诸葛亮带上夺魂 放到主将位置就比较客套 看这张图老的五毛臣遇到了诸葛亮 诸葛亮才是残血的状态下 就击败了他们 原因是什么呢 那就是他的这个主动战法触发的非常多 再看另外的这张 诸葛亮单挑位棋 神机妙算打出了一万零九千的伤害 一万零九百的伤害 这也不是个例 单杀的非常多 最强的是什么呢 诸葛亮曾经有一击必杀 直接干掉吕布的战报 这张是最极端的 因为吕布首先他被诸葛亮夺魂了 变成零智力 然后诸葛亮出发的时候 他已经六七百的智力了 再加上诸葛亮恰好带了降维兵出 暴击了 导致他的伤害翻倍 于是一次就打掉了一万伤害 注意吕布被打了一万伤害 是因为他只有一万兵力 例如有个严阵以待 分担了15% 这还打到了一万 说明他至少在一万一千五百以上 就算是不暴击 吕布这次伤害也是在六千伤害左右的 怎么说呢 说我打你一万伤害 并不是因为我只能打一万 是因为你只有一万的血 再看看现在的主个量 都是放到了负降的位置上 能打出五百到两千就算是高了 根本没有加成 主降的降维 放到主降上能有多大的提升 主要是削弱敌人的武力 智力削弱的高一些 但是现在随着敌人的主动变多的时候 是不是要把他变成主将更好了呢 毕竟打断的时候 你的伤害更高了 当然诸葛亮当主将的缺点是什么 遇到突击战法 指挥战法的时候 没什么效果 不过呢 将为面对突击和指挥 其实也差不多 新赛季的四个宝物 其中两个和主动战法相关 玩家选这两个宝物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这时候你带上诸葛亮 让他当主将 去打断敌人的概率就高了 抽中一个宝物的概率 放炭敌人的概率 闭敌人的概念 弱敌人的概率